這部是記錄自己新手打野的曆辰 這部是記錄自己新手打野的曆辰 如果有打不好的地方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喔 哈囉 晚安 嗨 你好 我是翠翠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刀鋒打野啦 這場其實我非常緊張 這是我玩的第四場刀鋒寶貝 可以看到維拉那邊已經看到一個莫拉 莫拉她沒有要刷野的意思嗎 那我這邊先吃一下藍 然後我想把藍拉進草叢裡 阿我打到了 可是我發現莫拉怎麼過來了啦 大哥 你不吃野嗎 隊友一個超快的支援 我們維拉成功用愛心運到莫拉 讓我拿到手沙拉 覺得維拉控的不錯的 麻煩幫我點個讚喔 接著我本來要打這隻小野怪 可是他好像比較喜歡凡恩 他被吸引走了 所以我就沒有打他 我直接選擇去我的紅區 不然我覺得還要再走過去 有點浪費時間 對 那這邊就加快兩倍速度打野 我現在開的是我的小號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不打野的人 我怕用本號來練習打野的話 會跟上一部影片一樣被檢舉啦 那我吃完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有四等 所以我就來下路 對 蹭了一波冰 他請求打野支援 我猜他應該是要問號我啦 真的對不起小青 我四等了 我會幫你報仇的 順利吃完古龍後就來看一下 哪路可以gank啦 路過中路 那這邊看到一個莫拉 這場維拉跟我超有默契 他一等的時候幫我暈到莫拉 現在又幫我暈了一次莫拉 我們成功的搭配 收掉對面打野的人頭 這邊給他一個幹的漂亮 那我這邊就是繼續刷野啦 因為我不太了解那種支援gank的時間 所以我就是盡量把自己的雙buff都拿到之後 再去哪路可以打架 因為我在刷自己紅區的同時 對面的莫拉去gank我們上路 那我們隊友現在是打野跟中路都不再上喔 所以上路這時候最好是先退掉比較優良 那這時候我剛刷完我走來中路 我來上路支援其實也有點慢嘛 所以我想說先清完這波兵 大概花了一秒鐘我就被問號了 就是我們的輔助覺得說為什麼 我沒有來幫他們 但是其實我剛剛就算不清中路那波兵 我也是趕不到上路 那這時候我在草叢4基兒洞 看到一個特爾 他沒有魔欸太棒了 這個維拉兵的很棒 然後我再一個大招切上去 拿到了雙殺 不得不說有維拉的控制 刀鋒真的活得蠻快樂的 那我們家維拉是回中路的路上 有一個莫拉衝出來衝他 所以我就想要蹲莫拉圓點 但是莫拉一直沒有回圓點 我就直接切他囉 成功切到了莫拉之後 再來切娜塔亞 這個凡恩也是暈得很好喔 凡恩跟莫拉 不是莫拉 這場好多拉喔 凡恩跟維拉兩個人都有控制劑 我非常喜歡 可以幫我留人 那這邊我成功吃掉魔龍後 然後像上路這波我就不知道該不該塔殺他們 但是因為我有點鬧 所以我最後就按撤退 對我就繼續去刷自己的野區 那我的紅也剛出來了 所以就往自己紅區靠 那下路可以看到莫拉是他的藍區吃飽 我應該會來下路幫忙喔 其實我不知道我這邊為什麼又被問號了 我有點難過 這邊一個靜草看到了一個艾里 恩不過很可惜讓他逃走了 那沒有關係再看一下時機囉 這邊先把鳥吃掉 不讓莫拉疊 這邊又看到一個沒有大招的艾里 沒有大招 沒有大招還趕出來 哇結果是背後的隊友 我先成功切掉了艾里 那這邊很可惜的是莫拉回聲殺不到他啦 我就會繼續刷眼 讓自己的經濟保持全場最高喔 這邊看到一個莫拉欸 他是要追著我打嗎 他沒有跌被動欸 哈囉大哥 大哥 大哥你快跑啊 我要有大招了 欸我這邊還好 我有安強化恢復 我真的是強化恢復齒換兒 我回家補一下血 還好有安到 不然我就要被娜塔亞殺到了 這裡我們上路非常兇猛喔 我們家輔助直接月塔強殺對面的射手 那我這邊繼續刷一輪野 那我來吃一下魔龍 那上路可以看到 欸唷 欸 怎麼偷降了 啊 就這樣贏啦 這樣子影片有點太短欸 天啊 MVP 那這是我的第四場刀鋒寶貝啦 我的經濟直接跟隊友斷層 接著來到下一場刀鋒寶貝啦 這邊我在打藍buff的通吃 我就看著上路的雅蓮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不要上去幫他們呢 他們兩個打得難分難捨 而且好像可以收到頭 可是我最後想說 不要拖累自己打野的節奏 所以就沒有上去幫了 那我四角看到我們家雅蓮好慘喔 對面雅蓮也好慘 最後我們家雅蓮竟然成功 手殺了反殺對面的凱撒洛 太溜了 這邊我還沒吃完最後一隻野怪 就試等了 直接切馬洛斯 那 井也有來 薩尼也有來 成功刷新的大招 好這邊有點可惜 沒有切到亥牙 那沒有關係 繼續開魔龍囉 這邊按了一個集合 那這一場呢 我是跟我們家的井雙排 好 吃完魔龍之後 繼續來吃藍buff 這時候我又在想 呃 我要不要去幫上路呢 但是 好像 好像又沒有五分鐘 我又不太想上去幫 因為 他又拆不掉 對 所以我就沒有上去了 但是我當下真的是在想 那我看到我的紅區被入侵 這邊看到一個直接切上去 刷新大招 再切一個齊爾 再切一個貂蟬 那很可惜也是我被他冰到了 那我們家隊友 喔那個錦礁閃現上去射嗎 超兇 有夠兇 那拿到了雙殺 跟一個助攻 超棒 接著就來請我下路的野區 來下路看看可不可以支援呢 這邊看到一隻亥牙 不過沒有辦法 我現在 沒辦法 一套切死他 那再蹲一下 讓對面以為我已經走了 好壞喔 這邊呢我準備等 兵線進塔的時候 塔莎那隻亥牙囉 這裡我眼裡只有亥牙 追著他 打招開在他身上 哇 可不可以收掉 成功收掉 刷新大招 再切在馬洛斯身上 先拉出去 再回來 成功再收掉馬洛斯的人頭 這邊再反一下對面的藍區 下路好像可以推喔 我是習慣那種 能推塔就先推塔 然後再吃個魔龍 這樣子我的節奏非常順 我現在覺得身心舒暢 成功吃完魔龍後 由於我的血量不好 所以我就不打算去打團戰了 看到我的紅初吃一家紅 我們家射手是自動變成凱撒路 向上靠 那我就跟輔助往中路靠囉 我們跟薩尼先成功推到了 齊爾 但是我切上去的時候 齊爾也開大招 有點可惜 收不掉 沒關係 我差點死掉 我快嚇死了 回家 先打一下小野怪 回家補一波鞋 欸這邊 這邊我就是在臭美 對就是玩遊戲 要讓自己保持心情快樂 所以就是可以跟隊友講一些幹話 看到上路 我們上路這場真的是 每秒都打得難分難色 這個齊爾只有半血 先逼出他的大招 那雅蓮在跟我成功收掉了 齊爾 我跟雅蓮是情侶欸 哇這邊在收掉一個對面的情侶 雅蓮成功拿到了雙殺 接著順利推掉對面的上路外塔 然後例行的吃古隆 吃藍buff 刷野怪 這裡薩尼非常捧場啦 他就是路人 就是我講什麼 他都會捧場 啊這邊我就是一個心花怒放 我真的誇不得 我真的誇不得 薩尼說美女小心井 我跟你講 井這樣講就是真朋友 真朋友才會順利 我直接注意我方井 那看到下路 齊爾已經開了大招囉 所以我現在非常安全 那這邊 唉唷 我剛剛應該早點去刷那隻齊爾 這樣我們家薩尼才不會遲掉 收掉對面打以後 我想要去中路推塔 欸這邊怎麼對面要投降了啦 哇 哇 才八分半耶 那就又贏得這場遊戲的勝利啦 這是我的第六場刀鋒寶貝 那我現在勝率 對 現在是八十幾趴 我玩完這幾場之後 我真的蠻喜歡刀鋒寶貝這隻角色 然後他也讓我對自己的打 也找回了很大的信心 那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這個暑假的規劃吧 我暑假呢 希望是每天能出一部影片 然後我八月底想要參加多益考試 我從大一開始 每次那種多益模擬的成績 大部分都在五百五十分上下 那我們學校規定 多益只要超過五百五十分以上啊 就可以抵兩門必修的英文課 所以我一定要考到五百五十分 那我給自己設的目標是七百分啦 所以我從現在開始了差不多一個半月 我的任務就是每天出影片 跟每天讀英文啦 那大家有什麼讀多益的訣竅 考試的訣竅 或是打野的訣竅 也非常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也太多訣竅了吧 希望自己可以在八月底 考試一次就通過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廣東 圓 сказал 他也很快 中文貴 解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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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禁法